说起中国体坛夫妇,姚明和叶丽绝对是最出名的之一,在当年两人还是球员时期,就被人们广泛报道。 而在两人双双退役之后,姚明则是当选了中国来写主席,可以看得出来,在成功当选之后,姚明可是几乎没有一个休息时间,就拿最近几天的行程来说,刚刚在斯坦科维奇被观战中国红蓝两队的表现。 然后在赛事还没结束的时候,就马不停骑的飞,到印尼为中国对斯坦敌情,观战最大对手菲律宾的比赛。 而这样的情况,显然是让姚明业力夫妇两人,在一起的时间预发得上,不过就在8月11日姚明创建的姚明慈善赛中,我们还是看到了夫妻两人同框的照片。 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退役之后的姚明体型似乎地球员时代更壮了,但是最明显的就是其预发的有领导犯了,一举一动都给人十分沉稳的样子。 要知道,姚明球员时代也有对郑国王队,的时候因为不满裁判的判罚,情急之下怒摔毛巾的经典比赛,现在一对比,还是很有意思的。 妻子业力如今已经37岁,比姚明还小一岁,但是这完全没有快40岁的样子。 保养十分得体,皮肤白皙,发型齐整,给人的感觉十分端庄大气,气质十分出色。 2007年8月,两人在上海登记结婚,如今两人已经共同走过了11个年头,在这里我们只能祝福。 两人幸福美满,姚主席将中国篮球事业,带到更是一层楼。